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reast Cancer这个dataset我们来实作一下K-Means 这个clustering的非监督式学习的演算法 那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在没有Y 或者是可以忽略Y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将这个dataset里面的所有的feature 相似度高的个体把它群聚在一起 K-Means是一个很有用的很常用的一个方法 那在K-Means里面呢最重要就是要找到centroid 找到centroid这个所谓的巨星或直星 然后呢那centroid它本身呢 它会从某一个点开始计算 一直到计算到它有一个最小值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要找到的这个centroid 如果我们的cluster需要两个 所以它就会有两个centroid 如果是三个那就会有三个centroid 首先我们把这些要汇入的libraries把它汇入进来 那我们可以进到这个sk-learn的dataset里面去看一下breast cancer 它里面的一些description 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在我们之前都做过很多次 它有569笔资料 所谓的instances就是有569笔资料 那它有attributes就是所谓的feature 有30个columns 那它主要的分类 class分类 分为malignant what 恶性肿瘤 跟benign 良性肿瘤 那manignant是0 benign是1 所以呢它manignant呢有212笔 benign有357笔 这是基本资料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那事实上这些呢 所谓的features 或所谓的attributes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了 大概就是肿瘤的面积大小 什么直径半径之类的 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 好 那我们汇入这个sqlain.cluster 汇入这个kmeans 没有加s 那这个公司呢 就是要找到这个所谓的群聚惰性 让它成为最小值 就是所谓的cluster inertia 这个mu 这里所谓的mu呢 这并不是指这个平均值 它是指这个centroid centroid 我们上次也学到怎么样用这个silhouette 这个所谓的轮廓分析法 我们找 它会帮我们计算轮廓系数 那这个系数呢 通常是介于-1到1之间 如果越接近1的时候呢 表示说 它的这个cluster的结果 效果越好 就在kmeans的这个分群 的效果会很好 如果越接近1的话 我们把breast cancer的csv档汇入进来 它有30个column 跟最后一个outcome 就是0跟1 恶性跟良性 因为它有30个column 如果你要把它绣出来的时候 它会很长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说把它切开来 我们说前面10个0到10 那再11到21 然后21到最后 我们这样可以把它切开来 这样就蛮清楚的 那我们可以上次有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Urbana Grammar Graphics 里面的这个颜色 pallet 颜色盘 色盘 帮我们定义颜色 那我们可以用pairplot 那因为它有30个feature 太多了 我们可以选里面几个 比较重要的 那这些到底是谁呢 你可以到前面的那个 df.info里面去看 当然这边 这个图这边也会自动 把我们列出来 那么从这个分布图 这些feature之间的分布图 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它们互相之间呢 几乎都是呈正面关系 正向关系 往右上角倾斜的 那这个越上面的部分呢 就表示说它是恶性的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些feature 大部分都是指这个面积大小 或是半清直径 那总流越大 表示说它这些 总流的大小就比较大 所以它是在 右上角这边 右上角这边 所以这边是0 那左下角这边呢 是1 是两线的 好我们定义大X跟小Y 你也可以用这 以前我们常用的这种方式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都可以 因为我们大X把 outcome drop掉 就是这个 -1 就是把 outcome drop掉 那记得我们要用 后面要点 values 我们要转成这个 numpy array 这样后面才可以绘图 这样我们后面才可以绘图 那这里我们也先不做这个 20 split 直接用全部的大X 所以我们先要standard scalar 针对大X 那首先我们先将还没有做K-means 这个演算之前 在分类的状态之下 有Y跟没有Y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那第一个图呢 是有Y的情况之下 0跟1 记得我们要选两个feature 因为这是二维的 所以我们可以选2227 当然你也可以选其他的 那Y等于0的时候是二性 Y等于1的时候是两性 那第二个图呢 是没有Y的情况之下 的散步图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 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 数值比较大 对不对 右上角的数值比较大 所以它肿瘤比较大 所以它可能是二性的 那左下角这边呢就是良性的 那右边这个图呢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Y的情况之下 所以K-mean就是要将 这整个 怎样将它 Function Clustering 好我们引进这个K-mean 进来选两个cluster 那这我们上次都有 学习过 我们先用这个Random Initialization 那10次 那每一次是300 300次 300回了 Iteration 那这个Tolerance呢就是容忍 容忍 容忍度我们是0.001 这是为了 让这个Cost Function 我们刚刚提到 的Initialization 找到最小值的时候 必须给它一个容忍 容忍值 是10的-4次方 那我们把大X Fit 在这个K-mean Model E 然后Predict 大X 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谓的Y hat km 这是我们要得 这个它分群之后的结果 分群之后的结果 这个分群 这个不是分类 因为我们就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 所以是 没有小Y的 所以我们在Supervised learning 的时候 我们要Fit的时候 通常这边还要放到 放一个小Y 有没有Fit 大X跟小Y 或是X-train Y-train 那这个Y hat km 这个Predict 也等于这里的 这个所谓的 Dent Labels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说 Clust Center 因为我们两个Cluster 所以它的 这就是它的 Centroid Centroid 的坐标 它已经 这个是Inertia 它已经找到最小值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根据 K-mean的结果 我们再把这个 Scatter的这个散布图 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里已经改成 Y hat km Y hat km 0 跟1 那针对feature 22跟27 那这里是我们根据 Cluster Center 22跟27 分别找出两个Centroid 那第二个图 还是一样 它是没有在K-mean 没有小Y的情况之下 的分布图 你看我们这里还有小Y 所以我们要小Y 要保留着 这样我们才可以 去一个颜色 这C就是去一个颜色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在Cluster 0 这一群 应该就是这个 惡性肿瘤的0 那这个下面这个Cluster 1 就是良性的1 良性的1 从这两个图来对照 所以我们就不用 等一下我们就不用 像上一次的 这个 我们那个male female的那个例子 它0跟1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 转换过来 不然的话你计算这个 configure matrix 就会出问题 这是Y hat 很等于0的时候 前两笔资料 因为这很长 每一笔资料都有30个column 那这是很等于1的时候的前两笔资料 好,那我们这里定义 我们将那个data frame 我们增加一个栏位叫cluster 那因为我们y hat km y hat km 已经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pd.series里面 那这个index要df.index 它才能去找到你原来的那个点 原来的那个index多少 不然的话我们前面会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index要等于df.index 那我们首先看 我们一样将这个 我们就要看最后几栏就好了 所以我们说df.index 21到32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outcome 跟cluster把它秀出来 所以我们只要做这个后面的 几个column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把它做出来 那看前20笔资料 outcome 原来的outcome是0 那这个cluster也是0 像这里呢原来是0 分群之后变成1 那这个是hotel 后20笔资料 原来outcome是1 cluster也是1 那有的是 outcome是0 cluster也是0 是后20笔资料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原来的outcome 在1的状态之下有357笔 刚刚前面有说过 那0呢分类为0的2103 那经过演算之后 kme演算之后 我们create了一个dfcluster valuecount 1的有375个 0的有194个 那我们看一下 那cluster很等于1的 我们用这个lan 长度 有375个 没有错 那我们一样看这个21到32笔资料就好了 我们找30笔 因为有375 如果你要全部交出来 当然也可以 我们看前30笔就好了 那下面是cluster等于0的 很等于0的 有194笔 那我们看看后面30笔资料 像这个原来是1 那cluster被分群为0 就表示说它有差异性 我们上次在female的这个演算法里面呢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它分群之后 有时候跟你原来的这个分类的0跟1 会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必须做 做转换 必须做转换 但这里呢我们就不需要做 所以我把它 我把它控 我没有去执行它 我把它控制 我把它控制 留着那大家以后看到的时候 需要的用的时候 也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去做 好 那这整个呢 所有的资料里面呢 原来的outcome 跟 演算后的cluster 不相等的 有5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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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54笔呢 你看这原来是0 cluster变成1 原来是1 cluster变成0 是这样子 有54笔 好 那我们看看 原来是0的 原来是0 跟cluster变成1的 有几个 有36个 那这就是那36个 我们刚才前面有计算过 这是两者不相等的 有54笔资料 所以这里有18笔 所以这里有18笔 原来是1 后来变成0的 18笔资料 好 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 这个 所谓的confusion matrix 就看这边 18跟36 因为这里是0 对不对 这里是0 这是1 那横轴是0嘛 就原来的actual 怎么样 还记得吗 actual原来是0 那36个跑来1的 那这边呢 是actual是1 结果有18个跑来0了 有18个 跑来 从1跑来0 那这36个呢 从0跑来1 所以你可以两个相加嘛 所以0呢 变成几个 194个 那刚刚前面也计算出来了 那这个预测出来的是1的 就有375个 这些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cross table 来做confusion matrix 这个是classification report accurate 是0.905 0.905 0.905 那我们上次也有介绍怎么样计算 sum of square distance 就是所谓的cost function 它的最小值 刚刚上面已经计算出来了 是11595 这里再算一遍 也是11595 那如果你不想算 直接点score 或inertion 就是11595 就是这里 给的是负数 那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怎么样用手肘法 album method 来帮我们计算 怎么样得到 到底要几个cluster 这是sum of square distances 我们针对每一个km点inertia 从1到11 就是1到10 然后算出来之后摆到这里面 摆到这个空集合的list里面 然后一一的将这个图画出来 这个plot k 从1开始到10 sum of square distance 那在转折点的那个手肘的位置 就好像你的手背一样 弯一下 就会有个转折点 就在 这个关节这边有个转折点 这就是k等于2 因为它的转折点 后面开始会快速下降 快速下降 如果它上升的话那就不行 那sum of square distance 这是名称的不同 有的叫做distortion 所以我们这里把它改成distortion 实际上也是k-min点inertia 也是k-min点inertia 也是k-min点inertia 所以得出来的是一样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sillowate sillowate sillowate score 我们前面说过sillowate的这个系数 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所以这sillowate的系数这个score呢 是大x跟这个k-min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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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去分群 所以至少两个 所以它一定是从上面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跌 这样就对了 因为是越高越好 那我们上次也提过 除了这个initualization 可以用random之外 还有一个叫k-min plus plus 它可以让你的演算加速变快 事实上得到结果呢 不会有差异太大 所以我们试试看 我们叫k-min model2 你看这边我们得到的inertia 跟k-min model1 事实上是一样的 k-min提供了我们的方法 我们用sillowate analysis 这个轮廓分析法 我们选用两个cluster 跟三个cluster 记得里面都是大x 这些大x是之前的那个大x 你看这边的大x 就是前面的 我们在k-min演算时候的大x 这就是已经经过这个 standard scale之后的大x 那这个程式码 你可以从sqlern里面去下载 然后你只要去做一些修正 适合我们自己的dataset 这里要提醒 因为这是二维的 所以这边要放22 27 跟我们前面的 这个使用的是一样的 这个feature 22 跟27 那这个center也是一样 这就是这个cluster center 也是22跟27 那这里有个enumerate 也是一样22 27 这是帮我们找出 要画图帮我们找出那个center 0跟1的center 这是0跟1的center 这是0跟1的center 只有0.3而已 离这个1还很遥远 所以这个可以 你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dataset 不适合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k-means cluster 当然假设 假设你这个dataset 根本就没有y的时候 那就另当别论 根本就没有y的时候 另当别论 因为我们现在有知道有y嘛 只是我们用这个的方法 来比较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 我们刚刚之前所做的confusion matrix 你再回去和你之前所做的 这个同样的dataset 你用的logistic regression 或者是decision tree 或者是gaussian naive base 或者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所做出来的confusion matrix 和这个accuracy 一定是比这个还高 比k-means还高 因为我们从这个score 这个score就会看出来 它不是一个很理想的 分拳的方法 演算出来不是很理想 如果我们用三个分拳的话 0 1 2 将这边呢 再切开来0跟2 可以发现 它也是 它的平均值更低了 它score更低了 这个c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它这个位置 0 1 2的位置 好 那最后 我们还是教大家怎么样去 就我们之前在这个 之前的这个教学里面 都有提到 我们这个data用过很多次 我们把这个data 把它带进来 记得每一个都要有30笔资料 因为你一个演算之后呢 你还是要想要做预测 对不对 要做预测 假设我们有五笔资料 每一笔资料 各有30个features 那执行之后呢 你还是要一个对应 对应 它的这个 它的column 每一个还是要对应 它每一个feature 有个名称嘛 那我们做一个data frame 我们把那个data 放进来 这个data frame 在这边 那这个column呢 这放在columns等于column 放在这里 那我们叫它 称呼它为new data new data 那我们还是要做 这个standard scatter的transform 所以把new data 摆进来 我们给它另外的名称 叫new data1 那我们要去fit 这个kmin model2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 是用kmin++ 你要model1 当然也可以了 我们这边又要kmin model2 去fit 这个new data1 new data1 那fit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predict啦 就预测 这些新的data 在这个模型之下 它得到的分群是什么 我们叫prediction 你要写prediction 当然也可以 predict new data1 predict 因为这个new data1 已经fit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predict 那我们再create一个栏位 只要new data pred 或是prediction都可以 等于这个pred 那因为column很长 我们还是 用new data 这个新的dataframe.ilog 我们说21到31就好了 我们前面的标看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这无比资料 分别预测出来的 分别预测出来的 是00100 00100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根据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分点演算法里面也有做过 做过 你也可以去把它拿出来比照一下 看在有y的情况之下 预测的比较准 还是没有y的情况之下 预测比较准 那应该是 有y的情况之下预测比较准 所以那个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 可是呢 书上很多data都是unsupervised unsupervised 的learning 所以还是要做预测 书上很多数据都是unsupervised 所以还是要做预测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教大家怎么样用k-means 将这个breast cancer data set 我们来实作一下 所以我们学学了这么多演算法 事实上在背后有很多 像这个也是背后有很多 蛮深的数学理论 包括像量 那你看这个超过两个feature 以上就都是空间的了 所以 我们教大家这个东西呢 也不需要太去 你就要知道说怎么样去实作 把data set拿来 怎么样用这些方法来实作 做练习 如果你真的要学习演算法 你的数学要非常的好 尤其是线性怠速跟向量 这两个要非常的好 这个流带 你有兴趣的话呢 如果你还是学生 你可能到奠基系 职工系 甚至统计数学系 里面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如果学校有开这种课的话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些演算法 都是很多科学家 在Python发明之后 所开发出来的这些演算法 所以它也是为什么 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联工智慧近十年会发达这么快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有这些演算法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unsupervised learning 还有很多种 还有很多种 就慢慢慢慢来来看 慢慢来看 所以大家从一开始 从这个Python开始学起 然后学的NumPy 学的这个MyPlotlib 怎么样绘图 学的这个Pandas 一直到从Linear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K-Means unsupervised learning 事实上这个 到unsupervised learning 学完之后 如果你都有一步一步去学的话 你已经成为很棒的一个 Data Scientist 这叫科学家了 所以我以前一直强调 国中就可以学的 甚至小六就可以开始学的 Python 如果你将来到大学之后 你再深入去学习 那跟我之前所讲的 你要将限定代数 还有向量 这种多维的空间 你要深入探讨 如果你真的要进入演算法的时候 那这两个图就是很明显的K-Means 在左边 Original的散步图在右边 所以要记得你这个 你的这个分群 分群之后呢 你一定要对照一下 有时候呢 他虽然跟你讲说 clustering 就要像female 没有female的这个dataset 事实上 他那个clustering 并不是指这个 你的分类的0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好,谢谢大家